武器人军团全员出动 文子同学自保悲惨声势 大家好我是阿树 电击人142话 电刺粉丝俱乐部一根性 在前几话中 电刺被公安和电击人教会置于两难选择 不管他最后变不变电击人 电刺所珍惜的平凡日子都会被摧毁 而身处电击人教会高层的武器人军团 决定再逼电刺一把 他们想通过屠杀无辜的普通人 逼电击人反场当英雄 时间来到周日 电刺正带着男友多在游乐场里快活 结果咱们的三传文子同学也跟着来了 作为公安的眼线 他有必要时刻监视电刺 而为了缓解尴尬 又或者是想套出点情报 文子向电刺提起几天前 他被健哥带去电击人教会的事 说电刺怎么逛了一趟教会 居然没有入教呢 要知道 当时电刺听到入教就能瑟瑟 可这相当激动的 电刺说 放心吧 他这辈子再也不会变成电击人了 文子听完则阴阳怪奇的说 那太可惜了 毕竟能变成电击人多爽啊 受万人膜拜 想想都刺激 电刺的强调 当电击人可不一定都能遇到好事哦 结果文子一听 来劲了 直接坦白的说 确实啊 当电击人也没那么爽 因为连上厕所都要被监视 哪尼 电刺懵了 说你们公安也太变态了吧 连上厕所都监视 那不是自己偶尔来上一发 都得被全网直播 再想到自己之前被三传文子 当场抓到过把柄 这公安啊 他这几天也忍不了了 文子则赶紧解释 说因为那可是电剧人的把柄啊 作为电剧人的粉丝 是问谁会不想摸一把呢 电刺说你可拉倒吧 以他142号的经历来看 所有接近他的女生都讨厌他 哪来粉丝一说 文子刊电刺这么有自知之明 也挑明了自己的立场 说没错 他确实不是电剧人的粉丝 因为电剧人当年 没有救下自己的父母 原来幼年文子一家 曾住在电刺和枪支魔人 打雪上的小镇 本来一家人 吃着火锅唱着歌 开开心心的 结果吃到一半防止他了 而从废墟里爬出来后 文子目睹了电剧人 和枪支魔人最后的战斗 也大喊着求过电剧人 救救他废墟下的爸妈 但可能因为电剧的噪声太大 盖过了文子的呼救声 电剧人没有听到 而文子的父母 也就这样离开了他 讲到这 文子看着略显低落的电磁 划风一转 又安慰起电磁 说没事 他不怪电剧人 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剧人 当作神明或者英雄 在父母死去的那一天 他看到了电剧人在干掉枪支魔人后 变回了一个哭泣的大男孩 他也在那一刻意识到 那个至今为止 和种多恶魔战斗过的电剧人 是一个和他一样的孩子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必须帮助那个孩子 说吧 文子的视线从记忆中瞅悔 扭头望向电磁 我可是电磁前辈的超级粉丝哦 不是电剧人的 而只是电磁前辈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反倒是电磁一下没有办法接受 想不到自己经历了那么多 居然真的遇上一个 能打破电磁电磁的女生 一个从一开始 就为自己而非电剧人而来的人 不过我也不知道 电磁还记不记得 上一个对他说过 类似台词的女生 至今生死未孤 我就怕文子同学 也会走上雷塞的老路 故事继续 在文子一顿表白后 还没等电磁 想了什么骚话回复 电剧人教会的高层火哥 又来抢人了 他一屁股坐到电磁边上 直接了当地怼了文子 说他火哥可是 货人驾驶的电剧人粉丝 说吧 掏出印有电剧人 硬化的打火机 变了根烟丑 变丑还变刺激电磁 把当电剧人到底有多爽 又说了一遍 然后不紧不慢地来了一句 他有预感 待会会有恶魔 出现在大厦的一楼 而在场的所有人 都会向电剧人求救 那么身为电剧人电刺 又会如何应对呢 而此时的大楼内 孩子们还在享受着 难得的周末 完全不知人形的恶魔们 以前附在自己身边 至此电剧人142话结束 好消息 下周不休看